欢迎收听由飘见为您报奖的《垂吊猪天》第三卷第七十集 来意 仔细想了一下可行性,北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偷偷地闷声发大台就行了,这个世界的情况不同于不灭星 首先这个世界很强大,只比黑泽星弱上一筹 以这个世界对于外来力量的排斥来看 就算是北风将东皇太医等人叫来 恐怕反而会让东皇太医等人扑街 被世界压制,一身实力不能够全部地发挥出来 再加上这个世界,超脱镜的人数不止一个人 这样一来,想要复制在不灭星上的情况就有些异想天开了 人来得太少了吧,就是肉包的打狗有去无回 反而成全了此界的超脱镜 而要是来的人太多了,打不过别人跑还不行吗 不说太多,只需要走脱一尊超脱镜 那也是后患无穷,足以留下无数的隐患,实在是划不来 不如自己在此界慢慢地发展 这些念头,只是在北风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刹那 而后就被北风否决了 胡家 北风带着沉思,扮上之后开口 属下带,公主有何吩咐 胡家挺了挺背脊,郑重说道 这两个人的确是好苗子 两个人的修行,所需要的资源全力共赢 令胡超亲自培养 是,北风吩咐着,这两个人都是不凡 一个只要资源足够,踏入无上仙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先天道体 而另一个少年,则是疑似大修士转世,潜力之大 比北风看来,比先天道体更加地强大 而这样一来呢,自然是需要交给胡超亲自培养 毕竟神魔宫组建的时间太短 其中真正的强者也就只有胡超 就算是胡超,北风也不是太过满意 简单一点来说吧 别看胡超与胡家两个人,修为突破得很快 但其实两个人的极限 根据北风的估计也就是杜杰奇巅峰了 想突破之无上仙境界,难如登天 除非是有逆天的机缘 又或者北风不计代价地与道运丹 硬生生将两个人的修为推上去 不然杜杰巅峰就应该是他们的极限了 属下遵命 胡超躬身行了一礼 而后对着少男少女说 此乃我神魔宫的公主 如今公主可谓是给予了你们两个天大的机缘 还不快点拜谢公主 少男少女也是没有犹豫 担心跪地 弟子拜见公主再造之恩 起来吧 好生修行 有什么不懂的 每年可以过来找我解惑一次 北风点了点头 这两个人潜力都不凡 成长的速度恐怕要不了多久 胡超就没什么可教他们的了 而两个人成长起来之后呢 对于北风而言 也许能够帮上一些小忙 因此也是不介意花费些许的精力 培养两个人 胡家将这些看在眼中 神魔宫每三年招收一次弟子 每一位弟子 都需要正式的成员引导 才能够入宫 百年也就是招收 不少所谓的天交了 但是都没有被北风放在眼中 而现在 看着北风对于两个人的态度 胡家心中暗暗地记下了 这两个人得到公主的看重 可不能够出现什么差错 回到神魔宫之内 也需要叮嘱一下其余之人 在胡家看来 要是不出意外 这两个人将是接替胡超 代替北风掌控神魔宫的人选 北风点了点头 对于胡超与胡家做事呢 还是比较信任的 就在胡家准备向北风告辞 带着少男少女离开之时 北风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看向了胡家身后的一片空地上 你还要待到什么时候 莫不是准备留下来吃饭吧 胡家先是一愣 而后心头一震 也是猛然回头 看向了自己身后数掌之外的空地 胡家一脸的阴沉 同时也是充满惊恐与后怕 什么人从什么时候开始 跟在自己的身后了 距离如此之近 但以自己一生的实力呢 却是丝毫没有发现 那么来人的实力 该有多么强大呢 胡家倒是没有怀疑北风会弄错 既然公主说有人 那么就一定会有人 见识到北风的实力之后 胡家已经没有丝毫其余的念头 对于北风净若神明 属下拜见少主 奉祖母之命 前来迎接少主 十九没有丝毫的侥幸 在方太感知到北风恐怖的实力之后 就不认为此刻北风会炸自己 十九对于自己的引以能力十分的自信 但是在被北风发掘呢 也是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此十九干脆利落地 自虚空之中浮现出来 单膝跪地 恭敬地开口 胡家心神震动 真的有人 去离自己如此之近 此人到底有多强呢 嗯 北风倒是一愣 没有想到十九会给出这么一个答案 沉默半上 挥了挥手 让胡家带着少男少女先行离去 起来说话吧 在胡家三个人离去之后 看着还单膝跪地的十九 北风让十九起身 以北风的实力 在十九踏入这一栋宅院之时 就已经被北风发现了 只是北风认为 十九乃是胡家派来之人 或许是为了杨青莲 或许干脆的 就是冲自己而来的 此时呢 也是不以为意 甚至不介意 让十九听到关于神魔宫的事情 就是因为北风有足够的自信 就算听到这些消息 也别想在自己的手中逃走 死人呢 就算知道的再多 也是无法开口的不是吗 让十九一直听到现在 也是因为北风没有感知到任何的杀机 否则早就一巴掌将其拍死了 十九是很强 修行的功法也十分特殊 让十九面对同境界之中的对手时 往往能够以摧枯拉朽之时 斩杀对手 但是十九的实力 还做不到抗衡无上先的程度 北风神色复杂 只是一瞬间 北风就知晓眼前之人 是谁派来的了 少主 主母已经重新执掌杀圣门 如今正在混乱星域 等候少主 十九恭敬无比 没有半点的不自然 有如此强大的少主 乃是杀圣门之福 北风念头 转动之间呢 已经猜测出了诸多的事情 忍不住苦笑 杨青莲还真是厉害 甚至堪称女中豪杰 北风如何不知道 混乱星域的凶险 但是杨青莲 却还是在混乱星域 站稳了脚跟 从眼前之人来看 就知道杨青莲在混乱星域 混得不差 同时北风也知道 杨青莲所做的一切 皆是为了自己 就是因为自己被胡家 驱逐出了家族的核心 杨青莲才会前往混乱星域 重操旧业 而现在 一站稳脚跟 就立即派人前来 想要带自己回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